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摊未来 心系当下 由此安详 活得通透的人 才是最幸福安详 通透就是品过人生百味 依然眼中有光 是能够利于人群 又能安然独处 是拎得轻不纠缠 也是放得下不计较 通透是岁月最好的礼物 做个通透的人 不争不抢 不急不躁 活出最美好的模样 今天夜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到晚年 你必须认清三件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 以你们而精彩 庄子之北游有言 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居过系忽然而已 人停留在这世间的时间 不过是百年而已 等这百年一过 谁都需要尘归尘 土归土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然后在感慨中度过此生 从天地的角度来看 人其实是很渺小的 而人生在永无止境的时光洪流面前 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罢了 连留下一点痕迹都做不到 可以说这世间有一个最为公平的地方 那就是在时间面前 每个人都无能为力 既然时间会逐渐地流逝 那我们就该好好地珍惜人生的过程 在过程中把握住人生的时机 在人生的旅途中 多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别让自己留有遗憾 一个少有遗憾的人 他绝对就是一个内心通透的强者 不仅能够看透世间的本质 还懂得做到铭挤修身 活在当下 享受人生的好时光 其实 要想活好这一生 本就不容易 大多人都会在人生的大海中失去方向 最后随波逐流 完全活成自己最为讨厌的模样 这是要不得的行为 如果我们能够在五十岁 这知天命的年纪 认清这三个事实 证明你比一般人要活得通透 顺其自然 遵循规则 庄子有言 实事为天子 未必贵也 穷为匹夫 未必贱也 贵贱之分在于行之美恶 人这一生无时无刻都需要时机的加持 如果你能够遇到相对应的时机 那你就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 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昆蓬之志 可如果你难以遇到相对应的时机 那无论多努力 都有可能会一无所得 落得毫无收获的下场 可以说这世间任何的大富大贵之人 他们除了在能力上比一般人要强 更重要的是他们遇到了普通人 所不能够把握住的时机 如此他们就成为了别人眼中的榜样 和成功人士 而那些普通人 他们无论多努力 可只要他们赚不到钱财 那他们终究不会被人看得起 不过上述这样的观念 过分有点以成败论英雄了 在这个世上 难道普通人就不用生活了吗 肯定不是这样的 作为普通人 我们终究要做到 严正行明 光明磊落 适应自然的规则 顺应世间的天道 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够得到 自己该有的一切 安稳到老 皇帝内经里 皇帝问齐伯 上古时候的人 年过百岁 不显得衰老 而现在的人 年过五十 就体弱多病 这是为什么呢 齐伯回答他 上古时候的人 遵循天地阴阳 符合自然规律 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劳作有度 所以能健康长寿 现在的人 争名逐利 贪图享乐 起居作息 与自然相悖 又怎能身心和谐 皇帝内经中说 至贤而少欲 心安而不惧 行劳而不倦 气从已顺 各从其欲 皆得所愿 随缘无争 心安无惧 人生路上 免不了有风风雨雨 但最大的灾祸 是无风时起浪 平地起波澜 生活要懂得顺其自然 既是一种智慧 也是一种胸怀 道德经中讲 富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真正的强者 不是胜过了别人 而是胜过了自己 真正的智者 不是懂得如何争胜 而是懂得如何不争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该是你的跑不了 不是你的争不到 争个头破血流 未必快乐 随顺天道自然 才是幸福 处事适当 不走极端 庄子有言 为善无尽名 为恶无尽行 原都以为精 可以保身 可以全生 可以养亲 可以尽年 在庄子看来 做人就该心怀善意 不但不能够贪图 所谓的名声 当人们想要释放 内心的恶念时 尽量要控制好 而不能够让自己失控 违背了自然和社会的规则 而在这个时候 人们还必须要遵循 这世间的中正之道 继续走下去 唯有如此 人们才可以保全自身 让家人得以安享生活 让我们自身 可以安稳到老 安享晚年 其实这番话 颇有些像 儒家中庸的思想 强调人们 不能够走极端 而是坚持 不偏不倚的行为做法 完全做到 顺应自然和命运的轨迹 去行事 谈到极端 其实现代人 最喜欢做的事 便是走极端 就拿赚钱这件事来说 大多数人看到 别人赚了多少钱 自己就想赚多少钱 从而让自己 完全被极端的欲望 所蒙蔽 根本无法理性地 为人处事 其实做人过分极端 那是有害的 一旦人的行为 超过了那个度 那他就得受到 自然和社会规则的惩罚 而且内心的不甘和不安 也会让人直接崩溃 拨开迷雾 终见本质 庄子有言 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在这个世间 人们只知道 有用的事物的用处 却不知道 无用的事物的用处 这便是有用之用 和无用之用的 辩证思维所在 我们做人 最怕的 就是缺少一定的辩证思维 根本搞不清 什么是生活的真相 什么是生活的迷幻 要知道我们所看到的 有可能不是真实的 而是虚假的 更重要的是 你所尝试的方法 有可能都是不实在的 老子曾说过 无名万物之实也 有名万物之母也 无和有 这就是构成世间的两个方面 我们永远都在 有的范围内活着 可却在很多时候 都忽视了无的存在 就拿一间房子来说 它有墙壁和门窗 这都是有的形体物 而它的内部 却存在着 毫无实物的空间 这种空出来的地方 便是无 如果房间完全被水泥和砖头 所填满 那我们该怎么在房间内生活呢 唯有不让其填满 留下一些无的空间 我们才能够摆放家具 好好的装饰一番 轻松愉悦的生活 同样的道理 在生活中 我们需要看到有的一面 更需要看到无的一面 用辩证的思想 去探究生活的本质 如此 相信我们会活得 更为通透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